这个世界有很多黑暗的势力 其中一个就是我小时候 基本上不可能会相信是黑暗势力的 就是迪士尼 迪士尼的CEO Bob Iger 终于对于迪士尼不断输出的觉醒文化 还有迪士尼大量的参与在政治圈的影响力评论了 其中当然包括佛州的州长 对于迪士尼的自治区取消优惠 为了要打击迪士尼的觉醒文化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保守派的新闻平台都会说 迪士尼的CEO声称要离开文化战争 迪士尼终于学乖了 决定要摆脱这个脱离左派控制了 我不知道他们听到的是哪一句 有这个样子的倾向 但是跟我听到的内容完全不一样 我认为这些计划 我认为这些计划 这些计划 这些计划 我认为这些计划 我认为这些计划 而不是以拿代表政策的计划 而不代表政策的策划 那很多保守派的频道会说 就是这位新的CEO 是说要比较低调形势 不要再参与在政治的议题上面 在文化战争上面要保持中立 然后说什么 迪士尼的新的政策 促成了股票大涨 然后投资者重回信心之类的 他们 我当然知道这个电影是 他当CEO之前就制定出来了 但是他们才刚出了一个 专门为同性恋 家庭破碎 气候变迁的儿童卡通电影 你说他们现在在回心转意 我觉得这位Bob Iger是在说 对 我会低调形势 因为迪士尼要继续赚钱才可以 但是我不会从这个文化战争当中退出 我会带领迪士尼 更加的参与在这个世界组织 跟文化战争当中 继续洗脑小孩 你在里面听到他的说法是 我觉得有很多东西被政治化 但是我不认为那些是政治的议题 例如当一个称职的世界公民 Citizens of the world 首先 我们每次只要提到公民这两个字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讨论一个政治议题 如果公民不是政治议题的话 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所谓的政治这个东西了 非常政治化的名词 各位要记得 世界公民跟国家公民是完全对立的 当一个世界公民就是在接受全球社会 我小时候常听到地球村这个词 是完全跟国家主权的想法是完全对立的 我小的时候在台湾常听到什么地球村啊 世界公民这样的词汇 我现在长大了 我真的就不知道当时台湾的政党的活动都是在干嘛 地球村跟台湾独立是完全对立的 跟中华民国也是完全对立的 跟中国大陆说的一个中国也是对立的 地球村跟世界公民的思想就是 你说的不算 这个世界没有国家 你们是什么 你们对于这个自己的定义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一切是要联合国的这个国家组织说的算 那这个有点扯远了 我不认为迪士尼学到了任何东西 我不觉得迪士尼会退出文化战争 如果他们有学到什么的话 大概就是要低调一点 他们不能派一个公司的大官在外面说 我们拍的节目 我们所有的卡通 我们会用全部的力量来推行同性恋跟变性人 他们只能在暗中进行 私底下来 还不能跟巴黎世家一样 直接把性虐待的广告跟儿童色情片的内容 直接放出来 这个样子会让普通的美国人发现 让整个州立法把你的福利取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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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